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体育署的补助和市府的自筹款共一亿多元的投入下 打造了这座专业的室内网球场 府会首长都表达感谢与祝福 所以非常感谢在中央补助地方配合前市府跟先生市府 大家通力合作下能够把这个网球中心能够来能够完成 也谢谢在这边参与过的每一位好朋友 包括我们的学校教育处 各位同仁以及议会的大力的支持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市民体育活动中心 尤其是我们三座的室内网球空间 已经正式完工 可以正式来启用 那我们一起都非常的努力 来把这个室内的网球的空间做得更好 最近我们去台北参加了这个 全国议长杯的网球赛 看到台北市 当然他们直辖市也是首都 然后有一个非常漂亮 然后拥有非常多座室内的一个网球空间 我觉得非常的羡慕 那终于基隆当然我们那个规模不同 但是我们这样有好几座 大概至少有三座的室内空间 可以提供不同的训练的选择 而且场地我们也整理好漏水等等 因为过去这栋建筑物其实非常老旧 那也非常多漏水的问题 市民诟病 那这一次终于体育场这样纳入的管理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里程碑 那也希望未来我们的网球运动 或是相关的场所都可以继续的来想办法 我们市政府都可以再想办法 在多个单项运动中都可以找到更好的场地 积极推广网球运动的前网球国手兄妹党 陈迪与陈怡市议员 两人出席活动 内心都相当感动 有了专属的室内网球场地 对于基隆培训网球选手将是很大的助力 其实真的是很开心也很感动 因为过去以来像以前我在基隆这样子长大 每天其实就是望天心叹 因为不管是太阳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下雨的时候其实完全是没有办法打球 那有这座室内的球馆 其实也是在宣示基隆的网球的发展 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 那我们已经在努力在小朋友的一个三级衔接的一个规划 在基层上做培育 我觉得任何的运动都一定要做一个三级衔接 因为要从小开始训练 如果从高中或者是从大学开始打的话 就是太晚了 所以就是很开心的 我们基隆有一个网球的室内网球馆 然后这些基隆室的小朋友 可以很幸福的在这边做训练 那之后出去跟别的县市比赛的话 我们不会输给人家 不会因为英语没办法中断训练 教育处表示将持续努力 让喜欢运动的市民朋友有舒适的运动空间 立委林沛祥服务处秘书长沈亿传也表示 将积极协助市府向体育署争取经费 来完善运动空间的软硬体设备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2024基隆城隆文化季 即护国城隆207周年安座大典 夜巡活动在大雨中登场 许多虔诚的信众 跟着城隆爷的落进队伍前进 副市长邱佩玲等贵宾也为基隆祈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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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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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基隆城隆文化季 继护国城隆207周年安座大典的夜巡活动 在农历8月14号晚上展开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民政处处长张约翔 送发处的处长郭宪平 跟议长代表等贵宾 一起在大雨中参与绕境 为基隆地方祈福 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农历7月过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8月城隆祭的初旬的时候 因为7月份有一些好兄弟呢 比较顽皮 他就还没有回去 那就请城隆爷来 他们来让送他们回去哦 让我们在我们基隆市 冷宝平安 那这次呢 夜巡呢 特别邀请了 三府王爷 以及中安下海等等之类的 在8月16日呢 更邀请台北市大的城隆庙 一起来共同参与这个活动 荣登基隆百年民俗 五行文化资产的 和平岛设林庙 三府王爷王传 今年也持续参与绕境 在基隆市区热闹游行 一同守护地方 因为那个城隆庙 跟我们接了很好的缘 我们来这边大概有8 可能有8年到10年了 都一直跟他们结合起来 因为他们的总观是跟我超好的 对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 很喜欢跟他们一起出来 我们家的阿嬷最老 还90岁了 都还在走 等一下又过来 对啊对啊 打鼓的平均有85岁 他们就希望说 每一年都要来 都吵着要来 对 有时候他们还想不要我们 可是我们硬要来 哈哈哈 对 就是一起来祈福 对 祈福 让我们本身可以消灾啊 对 像我现在被雨淋的 这个样子去赚大钱 是有目标的 哈哈哈 不会不会 我给你剪辣课 是不是 还没有看 没有看报处是南树年 对啊 那么漂亮的布市场 今年感觉跟去年又不太一样 今年因为刚好有碰到下大雨 可是大家齐心这样保佑 一切很感动 看到周边每一个人的那个希望可以拿到港工票 更好运 就觉得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人 这次夜巡呢 我们准备有4000个港工票 一日巡也有准备4000 那这4000加起8000呢 就是要分享我们在一路上在 呃 烙京的时候保平安 让家吃个鸭筋哦 那就是第二个就是说 寒意就是说 当我们在家降发的时候 家降就好像是 呃 市场旁边的水户 哦 那 那 让我们市民呢 不管是在一年的一些运势啊 人更好 那把传统百年的历史文化 能传下去 一个一个 发给他吃鸭筋 吃鸭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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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人慢慢的 活动的另一个焦点就是 嫩牛咖 为了安全起见 安排在几个特定的地方 非常神奇的是 在嫩牛咖的时候 大雨就停了 让排队的民众不会淋湿 很顺利的完成嫩牛咖仪式 象征把不好的运势化解 祈求一家团圆平安 嫩牛咖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通常出去呢 一般都会 呃 祈求平安之外 那把身上一些 不好的运势能去掉 那 民众的非选人 呃 抢着要嫩牛咖 可是因为呢 在安全上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 取了三个地方 嫩牛咖 比如说 等一下会在电机工 嫩牛咖 那等一下也有 从旁边会发 咸光饼 让大家来吃平安 吃了平安之后 嫩牛咖 让一生一年的运势 能更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金融市政府 和新北市政府 特地召开 环保业务交流会议 市长谢国良 强调未来两年 将把全市一百多辆的 市公车 更新为全新 低底盘的 电动公车 基隆市长谢国良 和新北市副市长 刘荷兰 互相制政礼物 展现两市之间 合作无间的友谊 基隆和新北两市 特地在基隆市政府 召开环保业务交流会议 由基隆市长谢国良 和新北市副市长刘荷兰 分别率领双方环保局长 以及相关人员参加 藉由实物经验的分享 互相观摩学习 特别是在电动机车 和未来电动公车的问题上 谢国良强调 未来两年 将把全市一百多辆 市公车 更新为全新低底盘的 电动公车 也将在四年五万台 电动机车 全数更换后 打造基隆成为 全台电动机车 普及率最高 和减碳量最大的县市 在竞选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 目的是要节能减碳 好多人一开始都说做不到 但其实我们做到了 好多人都说 我们做到了以后 会拖垮财政 但事实上是上任到现在 一年七个月 一年八个月 还债超过了十亿 是基隆市政府财政 二十年来最好的一刻 所以大家说不可能的 我们一一都做到了 如果有人说 那私人运具要电动化 那我们的大众运具公车 要不要也要电动化 我们也跟大家宣布 并且承诺 在未来的两年 也就是二五年跟二六年 我们会把基隆市一百二十几台的 大型公车 全部更换成电动全新 跟低底盘的大众运具 所以我们的环保政策 在我们的私人运具 跟在我们的大众运具 全部都是来并行 我们并且也希望 我们在我们的四年五万台 电动机车的更换达成后 我们可以成为全台 电动机车最普及率最高 以及减碳量最大的一个县市 那当然在这个方面 我们会继续的跟新北 这位基隆的老大哥 来继续请教 继续学习 让我们的环保政策 能够做得更好 刘和兰也称赞谢国梁 在防治空气污染方面 是一位非常有创意的市长 空屋 那刚刚这个国梁市长 特别提到空屋的整治 因为每个县市有特别的特性 那刚刚特别提到郭梁市长的创意非常的多 他用电动机车的方式 来控制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空屋的概念 那新北市也会用这样的角度来推出 譬如我们的武美城市 如何把工业锅炉做一个转型 我想这些就是互相学习最好的一个方法 城市里面难免会有竞争 可是合作学习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跟我们环保局的伙伴 那特别来跟金融市政府的环保局交流 特别来学习 特别来情意 那当然还是再次强调 国梁市长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市长 他不仅在市政的推动 非常的尽心里外 他的创意是一直我们在市政 可以成长非常好的学习的典范 基隆和新北未来也将在海岸线 污南准治 景安 记查环境教育等等各项环保工作业务上 将更加紧逼 携手合作 记者 俊松 基隆报导 中秋节前夕传出中油 在安乐区的地下柴油输油管线破损 大量的柴油漏出 浓浓的柴油为让当地的民众和议员很担心 环保局强调将依照相关的法令 开罚中油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罚环 桥下中油外包商工作人员不断使用大量的吸油棉 吸取黄色油漬油污 而这些油漬油污 9月16号清晨就开始漂流在基隆和七堵段重制桥一带 空气中也弥漫着浓浓的柴油味 让早起运动以及经过的民众都相当不舒服 更有民众拍下清晨大量黄色油污污染这整片基隆核断的情况 民众向市议员张耿辉反应后 张耿辉也向基隆市环保局查询 环保局证实中秋节前夕9月15号晚上 中油在安乐区的地下柴油输油管线破损 大量柴油漏出 虽然中油通报市府环保局也采取紧急放置七道燃油所 拦截油污的措施 不过一直到9月16号清晨 柴油油污还是从安乐区大武伦西一路流到了 七堵区基隆和重制桥段一带 浓浓的柴油味 让当地民众和议员担心受到空气污染以及水质污染 梗卫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各事业单位 不管是水电油瓦斯也好 你们那个管线要经常的来实施来检测才对 因为我们基隆核的话 这些河流的话 我们部分的抽水站还是需要这些抽洗这些的水源 然后再过滤以后再放到我们家庭妹 这个都对民生都会有影响 何况我们这个整个溪流的一些頤儿 这个生态的保育的话更有严重的影响 为了避免油污持续扩大往下游污染 中油也要求外包商在七堵区七弦桥一带设置最后一道燃油所 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环保局表示 已经勒令棕油公司在七天内完成改善 并且依照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0条规定 开罚棕油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还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农历8月15除了是中秋节也是月下老人的生日 不少善男戏女都会来求好姻缘 慈云市准备了红线让善男戏女都能求个好姻缘 慈云市月老店前桌上白满饼干蛋糕 中秋节农历15日也是月老生日 遇上了节日信徒来到月老面前 诚心祈求好姻缘 听说好像这边也有月老也算 好像也蛮零的才会来这边看看 对对对因为它主要它是在一个比较边边的地方 其实你没有抬头仔细看或是看到那个求姻缘的看板 你不会发现约要在这边 月下老人是掌管婚姻之神 也是人间俗称的眉神 由于基隆月老庙比较少 慈云市设置了月老店让信徒能够求姻缘 从头上的白头摸白酒球到处立一个银盆坡 加上一个拐杖 外面老人在我国来说就是婚姻之神 就是因为保密还没有结婚的人 可以赚钱可以完成婚姻 供桌上摆满了糖果希望月老嘴甜 带着鲜花希望能够早日开发结果 但其实拜月老不限这一天 拿的它的供品就是饼干鲜花还有水果 这三样当然如果说能够准备的红线是最好啦 就这个 当然妙里面平常也是用这样子有准备在那边 但是自己准备来比较好 最好是准备整捆的 因为这拿回去以后就是拦着你又绑在脚踝的地方 那你拉整捆的有好处 就是说万一弄髒了自己就换掉 然后整捆换掉就可以了 然后祈求把自己的名字 还有住哪里跟月老表示一下 然后请月老至于一个很好的呼音 传说中每年七夕七星娘娘会制作一份成年未婚男女的名册 当月下老人收到名册之后 就会按照不同的条件写成配偶名册 然后用红线绑住两个人的脚 让一对对适合男女成为夫妻 记得黄少铭记录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吉他 为自己省荷包 这个日子要记牢 只有符合地价税减免 或自用住宅用地 等优惠税率的条件 今年在9月23日前提出申请 就可以交比较少 现在申请很便利 在家就能完成 赶快下手 错过就要等明年啰 欢迎到你的天啊 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 yes 25年前就是回来基隆创日 所以我就把基隆的 比如说基隆的XO酱 基隆的小卷 然后黑米鸟的海藻 然后融入在这个饼干里面 乌金酥 杏仁瓦片 很想让这里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基隆的好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喧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类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阶楼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取习于精心雕刻的 牵手牵眼观音菩萨 牵手牵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牵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未经许有限 我覺得很好 因為可以快速通過 優先禮當新人的那種感覺 從中國來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 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 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台灣精神 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 這樣子長期的對我們的支持 基隆有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豹石在哪裡啊 源自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 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 將用鏡頭帶領觀眾 實地走訪體驗基隆的味道 歡迎回到基隆新聞現場 佛光山基隆極樂寺 舉辦2024年佛光寶寶祝福禮的活動 吸引了眾多的親子家庭參與 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議長童子偉 以及民政處處長張元祥 應邀出席 共同見證這場 溫馨動人的盛事 佛光寶寶 可愛的佛光寶寶 在家長的呵護下 接受祝福 佛光山基隆祀 舉辦的佛光寶寶祝福禮活動 吸引了眾多的親子家庭參與 很開心今天可以參加 可以讓他們在未來平安長大 可以越來越好 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議長童子偉 及民政處處長張元祥 都親自出席 共同見證這場 溫馨動人的盛事 今天非常高興 來到佛光山基隆祀 看到這麼多小朋友 來報名參加我們這個 佛光寶寶的一個活動 給這個我們住持廟章法師 來加持 這個我們平安健康 在這邊恭喜所有的家長們 因為你們很幸運 可以有這樣的活動 可以這樣參加 那也謝謝極樂市 前陣子才得到內政部 給予最好的公廟的獎項 我們是不是也給極樂市 一個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十分鬥心底 為寶寶們祈福 更在傳承跨世代的文化與信仰上 展現新生命對家庭和社會的重要意義 記者蔡小軍 基隆報導 接下來帶你來看 基隆市議員施偉鎮和吳華嘉 充當漢堡工坊的一日助手 在老闆陳建宏的指導下 他們兩位翼座呢 兢兢业业的學做漢堡 一起做愛心 在基隆市漢堡工坊老闆陳建宏指導下 基隆市議員施偉鎮和吳華嘉 充當一日助手 兢兢业业业學做漢堡 一起做愛心 因為我們漢堡工坊 從2017年一直到現在 關心偏鄉公益已經8年了 今天剛好是中秋節的前夕 所以我們一起邀請這兩位議員 來做這個公益的活動 中秋節前夕 施偉鎮和吳華嘉 特地媒合經常從事公益的 基隆市漢堡工坊一起做愛心 製贈170份漢堡 給環保局清潔隊 西定班中山班 安定派出所 以及受市政府委託經營管理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的 醫店基金會早療兒童 和熊米屋烘焙坊等 關懷社會上辛苦工作的清潔隊員 警察以及弱勢朋友們 大家可以一起來歡度中秋 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所以早上就和吳華嘉議員 一起到店裡面來當他的小助手 希望可以將這些食物帶到大家的心裡面 也希望讓大家在中秋節的前夕 可以有一個團聚在一起 一起用餐的感受 漢堡工坊一起去送早餐 才知道大家早上的這個生活 以及就是每一個單位它的環境 還有遇到的問題 那有什麼需要我們協助的地方 那也透過這個方式呢 跟大家互動交流 然後做愛心 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呢 把基隆經營的越來越好 中秋送漢堡不同的糕餅相同的愛心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今年馬林地區的柚子災情產重 不只柚子外觀賣相不好 產量更是十年平均的十分之一 可說是七年來產量最慘的一年 它的底部比較平的 這個柚子是比較甜 比較好吃 農友在成堆的柚子裡仔細的挑選 賣相好的才能夠裝香 但仔細看大部分的柚子 幾乎外皮都皺巴巴 不過實際用儀器測試 剛採下來甜度就有十度以上 是昨天剛採的 它的度是只有十度 但是放著給它吃水以後 比較軟的話 那個柚子就好吃 為什麼會好吃 它裡面做比較軟的話 它就開始甜度會增高 一度至兩度 這個生象訂過了 那果蠅有訂 果蠅就是用這個抓 實際來到柚子園 原本應該到處可見 樹上結實累累的柚子 但連這株30年的老蟲 原本每年都有100多顆產量 但今年只剩下13顆 8 9 10 11 12 就13個 一顆就13個 以前呢 今年是100多顆 最少一顆有100多顆 因為我給人家任羊是保證 60顆是颱風來或是有什麼情況 但是都是超過100顆 但是今年這個都不敢 人家任羊都沒有掛到牌子 農友張青波82年開始栽種 每年中秋節前都會產出 1萬多斤的柚子 不過今年受到花開啟 吉隆下雨 加上荔枝春象肆虐 一整個柚子園到處可見 被蟲咬過的落果 農友欲苦無淚 被春象釘過了以後 釘過一個洞一個洞 它裡面的汁流出來 這必要幾天 三五天它就掉了 春象是午夜節以後 它會出來 所以還是專門釘柚子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防治 就是只有果蠅有用蓮劑 還有果蠅燈蓮 但是春象沒有辦法防治 只有抓下那個王子去抓 但是人工來抓的話有限 所以被釘了它幾天就落果了 它就流汁出來落果 裡面就變黃黃了 今年產量只剩下1分之1 儘管如此農友還是挑選 賣下好的維持往年一斤50元價格 賣給民眾 不過因為產量大減 明年勢必採收會受到影響 目前已經暫時不開放任養之外 也不排除放棄這一片果園 可說是七年來災情最慘重一次 記者黃紹明就用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宋蔡小鈞 鐵餅 除了 五湯 火 瓶 甜 大 冰 紅 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